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又是我许晨 另外是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暂时垃圾经费的问题 我们全港香港人小胜一掌 暂时将这件事延迟到8月 首先我们看看4月的时候政府自己究竟搞得如何 我们昨天有一节说了局长出来解释了这件事 我看到相当多的朋友留言在我们的节目下 写得非常精彩 写得很多字 大家不妨一起看看真正香港人的心声 甚至最好给谢局长看看究竟香港人的心声是怎样 以及特首都应该要看一看 我看到真是一颗眼泪 4月1日没有了这件事之外 有一件事可能又杀到埋身了 好像没什么人说 我们应该要加快报份去说一说 必须要 是 据说在今年的4月22日 就会进行管制即器胶餐渠及其他塑胶产品的措施 是吧 第一阶段而已 已经这么猛烈了 到了第二阶段也挺麻烦 现在就说禁止销售和免费派发哪些即器的塑胶产品 我先说第一阶段是什么 例如棉花扒 派对或是慶祝活动用的 POM POM STICK 还有营工扒 派对帽 蛋糕的装饰 去商场的那些 入住那套的雨傘袋 或者是食物的胶签 什么胶牙签 那些都不行 但是呢 这个是派发的 但是这个麻烦就是塑胶餐具的种类 这里就麻烦 因为香港的朋友 经常要去买外卖 或是怎样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看到这里我也吓了一跳 数一数给大家听 我们尝试一边听的时候 一边想像一下你 如果出去买外卖的时候 究竟会是怎样 这里好像没什么人说 禁止食肆提供这个 即器的塑胶餐具 包括哪些呢 就是法宝胶的餐具 我想那个盒 买两顿饭的时候 会给你的那些 唐食加外卖 倒是不行 还有 塑胶饮馆 唐食加外卖 倒是不行 这个 然后麻烦 这个 塑胶的饺饺 倒是不行 香港人除了喝奶茶咖啡之外 还有一样叫做阿华田和好立刻 因为这两样东西 我自己觉得一定要做 要搅拌才能喝 因为有些沉底 那怎么办 不过这些都有代替品 例如看医生用的棍 有些有见过是做长了 用那种雪条棍来代替它 我认为是可行的 都可以的 我真是怕万一 那些人连成本都省了 都不知道怎么办 是否用手指搅拌呢 然后另一样 交刀交叉都不行 唐食加外卖都不可以 然后交碟唐食外卖都不可以 不然怎样拿杯酒去喝呢 还有那些什么 密雪冰城还需要做吗 还有另一样就是 食物的容器和唐食不可以 难得洗呀 今天洗碗阿姐呢 请了假 我们没那么多碗拿出来 如果不是的话 不行 会罚钱的 根据文件 如有人违反这些规定 最高可以罚款10万 另外设有定额的执法人员 就是可以发出2,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株 喂 这壇东西呢 这么厉害啊 好像没什么人说的 可能就是因为 这壇东西反而是对商家的影响大一点 因为商家是需要提供这些餐具和饭盒的 意思就是他们需要 买一些可再生的餐具 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提高了 成本提高的话 那些饭饭饭加价了 对吧 因为一变了 遲些会不会那些餐具 例如刚才提到的法宝膠盒就不能用了 就会不会像台湾那样 就绝大部分都没有法宝膠这些东西 那些盒子就没有了 就是用纸的饭盒 纸的饭盒 或者纸的器皿 来装外卖 要不就用烤饭等等 那些也有的 但是大家会不会拿去回收呢 这个又是严重的 其他那些又是麻烦的 那会不会叫成本贵了 不是那么方便 不过我觉得其实也是挺扰民的 你动一下就说要罚人钱 动一下又说要这样这样那样 一下子大家是很麻烦的 就像我随时做错事就会被人罚的 是 我也认为是 你没理由一步就要罚钱罚人 每次都要开罚单的话 是给人的感觉就很强硬 为什么不先来一步比较远性 让社会开始习惯 才再全面推行呢 但是他不是的 要是一步就要做完 不能谈 如果再跟我吵的话 你罚你钱 就是这样的态度 因为看到较早前 上年的时候 台湾也有类似的 又说会禁这些杯子 还是会罚钱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其实看到 市面上仍然 不是全部都参与的 有一部分会有 有一部分就没有 也有租一些杯子给你 就是KR Code 你再给10元新台币按监 你就可以租一支杯子暂时用 其实你说这些什么酒素 不要塑胶那些 有时会有这样的活动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起来 没有带的话 是要给你这些餐具 还是怎样的 是不是 如果那些塑胶餐具 迟些全部改用木 木的池羹 还是怎样的池羹 请问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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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地方都有出的 有在用 所以我以为 生产这些可再生的餐具 不是大问题 反而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个成本 是会上升 肯定会上升 肯定会上升 肯定贵很多的 将来 大家买外卖的时候 都可能要三思一下 究竟 要自己带一些 兜 或是用餐馆提供的 用餐馆提供的话 将来外卖加5元 加10元 都未定 对 如果塑胶的饮馆没有 就会给你足够的饮馆 还有类似小麦 渣的饮馆都有的 但那些很容易咬爆 总之有很多麻烦 食物容器 这些也不行 因为不是塑胶 做法 做法 就未必 这么符合 好用 例如吃饭的羹 刚才也说了 还有木製的棒棒 例如 冰箱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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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知道 有时候 扔给你那袋外卖的手 可能未必那么干净 你想用之前 要放在杯子里喝 你也知道 木这些 我又不知道你之前放在哪里 我抹也不是 洗也不是 你的感觉就好像不太干净 是的 这可能会导致每一条冰箱 都会有独立包装 用什么来包装 相信都会用纸来包 其实又是生产更多的垃圾 又是一堂这样的垃圾 可能你会说 我不是 捉的那些 就会容易些 种得快些 分解 亦是容易些 就不会像塑胶那些 又是 等于这样 你去麦当劳吃一个早晨全餐 那些 他会给你一个纸盒 接着 又会给你一个胶袋 就会带着你那份胶叉 那些餐具 又会给你果汁 接着又会给你一堆牛油 又有小胶袋 牛油 你吃完一个麦当劳的早晨全餐 你发觉自己制造了很大量的垃圾 我自己有时看见都觉得挺心痛的 除非你说香港的分类做得很好 还是怎样 这可能我感觉好些 但你见到 嘴嘴一声 又把黑色大胶袋放进去 然后放进去 堆田区也好 你心里会有点不舒服 但你这么不环保 你就不要吃了 我会选择 不过有一个分别 如果用了这些再生的餐具 再生的盒子 那就可以分解 相比起用塑胶的话 都是好些 我反而也会更加担心 成本问题是怎么计算的 还有 遲些下雨来 4月就接近雨季之前 即是打风落雨 商场就是给这些胶袋 让你套着傘子 不要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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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製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到时那些人就麻烦了 你记住 那些管理人员 看见那些人踏进去 踏到黑蜜蜜 这里又湿 然后那里又要摆 那个小心地滑 还是怎么样 又是麻烦 那我不知道 到时会不会 很多不同的东西 又禁禁禁禁禁禁 又或者可能 饮食方面 又出现了什么麻烦 还是怎么样 到时那些饭兜 在台湾人的经验 很难做到很大的盒子 不是没有 比较少 如果成本就会很贵 这样装两送饭的时候 会不会装少给你 或者会不会有加价 因为突然间 我之前的饭盒 有些塑胶 又不能用 又要再转 一些用过 还是怎么样 虽然政府说到 做了绿色餐具平台 另外给业界和供应商市民参考 还有400项 非塑胶製的 即器产品资料 还有平台提供 还有餐具租借和清洁服务资料 即是放在这里 就没用 还有环保署 原来在2023年10月18日 通过了管制这些 即器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的 条例草案之后 就提到的 就已经出了 米沙盒食店计划 鼓励市民培养自备 餐盒做外卖的良好习惯 已经超过350间的食肆响应 现在不知道 过了几个月 老实说 有时外卖的 就是打电话去那里说要外卖的 是 没错 你去到就拿的 通常都会是 通常都会是 但其实这些 自备餐盒 又不是什么新鲜事 是很久很久以前 都已经是有人喜欢这样做 好像早上买个竹 带个盆子去 叫他拔下去 我反而都认为 自备餐盒可以再鼓励一下 但是如果用了 那些可再生的餐盒的话 将来的成本会是 怎样 会加多少 还有就是 再生餐盒 一般的保温的能力是差一点的 尤其是盒子做得比较薄的 分分钟 搞到你拿着那份 那袋的外卖 搞到整个盒穿都未定 所以亦都好看 那个商家会 入些什么品质的 再生餐具 或者餐盒 如果入些差点 或是安装给你 到最后拿到回家 整个盒穿了 那你就会更麻烦 对啊 或者会扁了 或者斜了 都流出来 又是难搞 搞搞搞 所以整件事 一下子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遵守 如果不遵守 便会罚你 为什么今次的垃圾经费 给人一个这么大的反弹 第一 妖民 还有你还没想清楚 这些步骤 还有那些问题 引申更多问题的时候 最令人觉得愤怒 就是动下 你都说要罚我钱 他一步到围 他最坏就是 你应该要有些时间 让社会习惯一下 多点认识 真是可以知道 原来用这种方式的方法 是真的好了很多 很多地方 减少了垃圾 那你才大力推行 立法地用佛则来推行 总比一下子就要 你不敢做 我就罚你 给人的感觉很强硬 我派人去哪里盯着你 派人去看你 还要弄个Apps 来锁灰 你的感觉是很坏的 整个社会很不友善 原来做很多东西 要我来罚我钱 你罚我都不是最大的问题 令我很多东西都要去注重 很多东西都要跟着规则去做 这些是扰民 就是这个原因 不如今次暂时说到这里 对于职器餐渠的老胶产品 这些管制都挺麻烦 如果再到第二阶段 那就更厉害 其实能不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令到香港地 就是为什么市民 由我以前小时 刚才是唐言说的 去买粥 是自己带烹烹去买的年代 就改为现在 不是吧 还叫我这么笨 因为时间关系 或者大家喜欢这种方便 慢慢都不想 带着这些东西出街 袋子已经不是多地方 又不是这么多空间 还要我带着鬼死这么重的盒子 就算是什么摘起来 还是什么摘起来 又是的 我摘起来 倒下去就很容易摘起来 那就糟了 还有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是叫香港朋友 带着杯子出去 准备随时买饭 叫他装进去 又未必店家那方面 就这么习惯跟你这样做 还有香港人就嫌麻烦 女孩子就带个小肺包 小肺包怎么会带着杯子 就是拿擠不到的 所以整件事就难搞 是需要时间习惯 社会需要时间习惯 但现在没有 你一步就要做到最尽 我反而觉得反弹会很大 还有等于这样 好像我在台湾生活为例 我只是这一类型的杯子 我都有四个 这么多 一个又一个 这个款式多厉害 又买一个 是四个不同用途 两个是用来装咖啡 因为你可能一天之内买两杯 你喝完一只还没洗 另一只 一只在车 你就再买另一杯 另外有一杯 是用来买大尺寸的 特大装咖啡时候用的 还有一只杯 就是用来买珍珠奶茶的大杯装 有咖啡杯 这类型的 没错 就是更加巨大的一只杯 为何要三只 就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多一只 不过那只很少用 有人送给我的 就是用来装一公升的饮品 有咖啡杯 是的 有时候你去买豆浆 你免得 哇 因为那个纸杯 它会给你多一点 真的 会给到很大杯 就是你自己带一只杯去 又或者你怕 因为它的纸杯 上面封了一个盖 封了一个胶膜 因为你怕它会穿 很少就会穿 但是你就不要拿 而且可能会湿了 因为它有冻的 有些渡汗水 搞得湿了 搞得又麻烦 所以为何有这么多这些杯 而且又免得 用杯去回收 还有台湾是倒转的 它是一种比较友善的方式 如果你自己 自备杯去玩 它就会给你截头 大杯便便宜了5元 台币便宜了5元 如果最巨型的杯 有时便宜了7元 所以我感觉很划算 那杯东西便宜了 自然会有冲动 自己自备这些东西 好了 我们今次暂时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